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一开始传出消息的时候 大陆的媒体不知道如何反应 因为不知道是真是假 3月28日 中国股市出现了异动 原因是传出消息 说央行会购买国债 实施中国版的超级QE 量化宽松 就是说要大量印钞票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及过 所以这一节要做一个专题的探讨 事实上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 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因为要刺激经济 大印钞票吧 既然我们可以印钞票 那就多印点出来吧 用来就一下事 在香港时间3月28日上午 多个消息显示 中国央行将会下场买国债 市场马上解读为是中国版的超级QE 量化宽松 消息传出之后 股市就立即出现异动 户市立即冲高 之后反复回落 但是仍然也是在3000点以上 而北向资金再度流入 3月以来 融资净买入超过600亿元 而两市也创下了交易兴刀 成交9300多亿 户纸盘中涨了超过1% 深城纸创业版也涨了超过2% 午后回落了一点 涨幅明显收窄 港股也是一样 但是还是有得涨 受消息刺激 国债期货短期拉升 截至收盘 多数都是上涨 那中国版QE市场 到底意味着应该怎样走 因为根据中国的人民银行法 央行不可以在一级市场直接买国债 如果对这条法律进行修订 信号就很强烈 但是央行仍然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国债 这是中共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 央行有在2002年买卖过国债 所以在制度上没有问题 而且中国央行持有的国债是15000亿 主要是在2007年买入的特别国债 其中有7500亿是2023年继续买的 实际上央行买的债的信号很少 相比起美国 他们就买了很多国债 先看一下内地金融界券商的看法 广发证券认为 在这个逻辑上 小额购买可以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卖 但是大额的一定要定向购买 例如2007年和2023年 中国央行给了某一家个银行 有一笔特定的资金 这家银行就到市场扫货 然后央行就在二级市场从这个机构买入 同时回收定向资金 实现央行政府债券持有量的上升 广发的分析师认为 现代经济信用货币就是债务货币 债务是货币的来源 政府债务是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 目前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越减越低 银行的资金很紧张 市场缺乏长期的基础货币 法定的准备金率也很低 如果长期的基础没有办法补充的话 准备金率的调控也会逐步失效 政府近期的发展量很大 市场的承受能力越来越有限 华泰证券表示 中国央行本来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国债 但是公开市场操作动辄也要几千亿 甚至要过万亿 如果用直接购买的方式 就会很容易引发价格波动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官方报道 其实习近平在关于 金融工作的论述的时候 曾经提出 说根本就应该要购买国债 南华早报英文版 在3月28日报道 根据这本书 习近平在2023年10月30日的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 有必要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 中国央行应该逐步增加 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 报道说 上一次中国央行买国债 是2000年的初期 在那个时候 是央行用来调整市场流动性的工具 目标是要在贷款 以及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但是这个工作会议 已经过去了5个月 根据公开记录 央行还没有在二级市场 买卖国债的记录 中国央行购买国债的争议点 就是对财政赤字的货币化 这种做法会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 就是滥发货币 导致通货膨胀 因为货币会贬值 人们知道货币供应多了 就会开始不信任 扎打的大中华区分析师认为 中国央行之所以多年来都不敢买国债 主要是不想引起市场投机 但是现在北京希望为市场注入强心针 就是说我来作庄 大家放胆来中国投资吧 那外资外商又是怎么看 海曼资本管理人巴斯 在X平台发文说 随着中国银行业 以及房地产的危机失控 习近平下令央行购买国债 表明他对中国的金融危机的关切 陷入危机的房地产开发商 银行 以及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决定了习近平过去一年的行动 预计中央会将大量印钞 因为中国的危机 无论是从货币总额 或是GDP的百分比来看 都比美国的金融危机严重得多 说得对 因为现在美国的货币供应 MR只是中国的一半 中国比美国足足多了一倍 而且央行还说可以降准 就是降低准备金 哪怕已经很低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央行副行长孙昌宣称 中国货币政策有充足的政策空间 以及丰富的工具储备 同时还表示 在2月底 社会融资规模 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 分别为9%和8.7% 2月底M2的余额高达300万亿 中国货币政策有充足的空间 以及丰富的工具储备 法定的存款准备金率 仍然有下降的空间 存款的成本下行 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转向 有利于拓宽中国央行利率政策操纵的自主性 孙昌还表示 在2月底 M2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 分别保持在8.7% 9%和10.1%的较快增长 2月份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72比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月以来 稳定在7.2左右 2月底的贷款余额 达到244万亿 主要反应企业和居民存款的M2余额 高达300万亿 这些存量都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发展 当前中国货币信贷存量规模已经足够大 关于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由去年8月以来扩张5万多亿的问题 他表示 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平均水平为7% 仍然是投放流动性的重要手段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 是45万亿 贷款余额为244万亿 两者比例为1比5 通过主动扩表和缩表来调节流动性 他说 降准会减少准备金的要求 释放长期流动性 为市场注入资金 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 现在中国的QE到底行不行得通 美国有QE 日本有QE 日本的QE不叫QE 因为当时没有这个名词 是博南克提出了QE之后 日本才跟着称为QE 实际上在日本 国家就是国债的最大购买者 市场上的国债他们全都买了 所以才向市场释放出极低息的环境 出现了长期的零利率 长期的零利率对企业非常有利 因为企业欠的债多 利息抵押力就不用这么大 但是经过30年的努力 日本已经挺过去了 美国也是欠了很多钱 要还很多债务 但是美国经济也有着很强劲的增长 但是中国不一样 因为美国和日本是开放型的市场 他们的货币是国际货币 美元排第一 欧元排第二 日元跟英镑在第三第四之间 但是人家是开放市场 中国的人民币却不是开放市场 所以中国的QE未必会冲击到全世界 但是对于一些有国际认售的有价证券 例如政府的债券 又或者是像黄金等等的贵金属 都会被人民币的QE冲高 最近黄金急张到超过了2200元一盎司 就是因为人们看到大陆 快要开始狂印钞票了 所以他们就去买货 扫黄金 因为接下来人民币可能会大幅贬值 未来人民币很有可能会好像金元券一样 一直贬下去 直到贬成了草纸为止 内地的金融圈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图片 他说 现在大陆不是在进行QE 而是在进行MMT 就是现代货币理论 是一种非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 认为现代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的体系 现代货币论认为 主权国家的货币并不与任何商品或其他的外币挂钩 只是跟未来税收 以及公债商应对 因为主权货币具有无限发长的性质 没有明义预算的约束 只是存在通货膨胀的实际约束 主张功能性的财政 就是应该由财政部代替央行承担 实现消灭失业率 以及避免过度通货膨胀的职能 现代货币论认为 货币的唯一价值是公家富裕的缴税能力 政府可以一直发行货币来活络市场 唯一制约货币的因素就是通货膨胀 但是公家可以通过课税 收取民间拥有的货币 以防止出现通胀 这就是习近平现在想要实行的理论 就是说不怕多亿一点 我们多收点税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最苦的是人民 当货币大幅贬值 你还要收他们的税 那他们是不是苦上加苦 工资没有涨 已经买不了什么东西 买东西已经变贵了 你还要收他的税 这样人民是不是雪上加霜 所以这也是一种割韭菜的方法 就是把中国的经济布景 嫁祸给人民 要全体人民去买单 这就是习近平接下来会走的一套 所以接下来中国人民的日子会越来越苦 有钱的人身家最少会缩水一半 穷的人更惨 要充当他们的螺丝钉 真真正正成为了他们的燃料 被放进正在高速向前行的列车 连人矿都不如 人矿最终也是放进燃料堆 帮且他推动这架经济列车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i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